哈喽,只要继续往前走,推开门就是左边茶水间 你现在在收听的是左边茶水间第182集 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有吸引力的人吗? 有魅力的人又是什么样子呢? 又或者是每一个人都一定要成为一个有魅力的人吗?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性恋爱YouTuberSkimmy 来和你聊魅力,聊感性,聊人生 那最近我们正在配合女力学院的推广做专题 每一集我都会特别挑选一个女性力量作为推广的主题 那这一集我们要分享的就是吸引力 那在这边也提醒你一下 女力学院的入学申请值开放到2021的12月底 如果你对我们这几周所分享的女力专题有共鸣 也欢迎你到女力学院去了解这套课程的内容 以及它能够为你带来的价值是什么 那只要你在网址上输入zoek.co斜线女力学院 就可以看到更详细的课纲还有细节 你也可以在结账的时候输入左边查学间的优惠折扣码 ZOEY2022来获取特别的优惠 Skimmy是知名的YouTube频道 你的网络闺蜜的创办人 在他的频道上他分享两性攻略、恋爱 还有心理学相关的主题 那在这一集的节目中 我们除了会和你分享Skimmy他自己的故事之外 他开始做YouTube的契机 那也会跟你聊聊他怎么利用自己的特质来洞察人性 以及怎么培养自己的魅力感 那假设你想要收看今天这一集的文字稿 你可以在网址上输入zoeyk.co斜线 成为一位有魅力的人 准备好了吗? 让我们一起欢迎今天的来宾Skimmy 恋爱、两性这个议题 真的不算是一个自己擅长 或者是说平时会特别去聊的主题 可是呢 因为我现在结婚嘛 我发现其实真的有蛮多人会很好奇 就是我先生或者是我跟我的另外一半 是怎么样相处的 我就觉得哇 这个市场没想到是对这个议题如此的有兴趣 所以我们今天呢 就算是请到一位专家 来到我们的节目 跟大家分享这个议题 那我们现在呢 就赶紧来 欢迎Skimmy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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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之前有在旧金山嘛 受过西方教育 然后你甚至有在LA 还有在中国工作过 没错 没错 然后你又提到你自己是艺术学系 所以我那时候去查 你也曾经做过像是剧组啊 或者尝试过演艺事业 对 你能不能够就跟听众分享一下 这段历程 以及为什么会走到现在呢 事情是这样的 就是呢 在2015年 我大学毕业嘛 所以呢 我先去旧金山 是因为我爸妈在那边 就我刚好爸爸拍在那边工作 所以我就到那边了 到那边之后呢 就开始面临一些就业上的危机 因为你知道 就是戏骨 然后所有人都想要一些科技业的人才 不然就是 他要求你就是 可能现在24岁 但是你要有就是 10年工作经验之类 我想说 怎么可能啊 我到底要从几次去开始工作啊 好 所以那个时候呢 就在那边面临 对 面临了就业危机 然后刚好 艺术系的文凭呢 其实不是一个特别有用的文凭 所以那个时候 我其实先在旧金山 然后压力很大嘛 所以先做了一些服务业相关的工作 然后一边做服务业的时候 一边觉得说 那我人生难道就要这样慢慢的凋零了吗 因为我的志不在此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 能做服务业的人很厉害 我很佩服他们 那刚好后来呢 因缘际会就遇到了 我在洛杉矶的老板 他开的是一个演艺经纪公司 他就是专门对接台湾 或者说中国大陆的艺人 就是亚洲区的艺人 到好莱坞的工作 那时候他就是找我去当实习生 然后我就 哇好开心哦 因为洛杉矶 这都是我梦想中的城市 但是呢 那份工作虽然是实习生 可是他是无心的 因为老板的话术就是说 他说我跟你说 外面有一百万个人 想要我们就是 在好莱坞的工作 有很多机会 有很多人脉 那我想说 好好好 我要先努力这样子 我可能就是转正之后 我就在好莱坞 有一份正直的工作了 然后于是我就去了 然后就发现 那个公司讨厦 那后来会到北京去 是因为 其实也要谢谢 那个经纪公司吧 就他底下有一个艺人 那那个艺人本身是演员 刚好就是接到了一个 在北京当导演的机会 因为他之前有当过MV导演 但是呢 因为他要在LA 先做casting嘛 就先做选角 可是他人手不足 所以他就跟他的老板 也就是我的老板 就说 你有没有多余的空缺人手 然后老板就随便 把这个无心实行事 拍过去了 帮忙帮一帮之后 他要去北京 但是真的他就问我说 要不要去北京跟他一起 就是订这个剧组 然后我就很开心 然后我就去了 然后去了之后 北京就是又是一场雪秀 那个剧组结束之后 我就说 我要先休息一下 所以我后来才回到台湾来 那你回台湾之后 你是 马上就开始做YouTube吗 还是你是 其实有休息一段时间 其实我没有真正的休息 就是我回台湾之后 爸妈那时候 刚好也在台湾嘛 因为派回来了 然后我爸妈又在我旁边说 你没有收入耶 我没有要养你的意思哦 你还是要找工作哦 我就说好好好找工作 所以后来呢 其实在台湾 我是去Garina 做英雄联盟的行销企划 又做了一年之后 我觉得说不行 我觉得好像替别人工作 这件事情 一直跟我的 就是想要创作的 那个冲动 是背道而驰的 刚好那时候 我爸妈又要派出国了嘛 所以我就觉得你说 那我不如趁这个机会 我就去我 一直都很想要去的城市 上海 在那边就是沉淀了 大概半年 才开始做YouTube 我觉得这个世代 完全不缺选择 虽然在那个当下 你可能会觉得 哦我没有什么机会 可是其实 如果说你真的沉淀下来的 你会发现 哦其实好像真的有 蛮多事情 都是可以去试试看的 所以 为什么是YouTube 就是在这么多选择之中 为什么你会特别觉得说 哦我可以来试这个东西呢 因为其实我自己 喜欢的创作形式 就是写作是一个嘛 高中的时候 因为我在加拿大读书 然后 加拿大其实他拿课的 那个选项还蛮多元的 其实有蛮多空堂 可以自己去选一些 有趣的才艺课 所以那时候 其实我有选多媒体课这样子 那在多媒体课上 然后就是有开始 初步的接触 剪辑影片 拍摄影片 那时候还做的 还蛮有兴趣的 所以对这个东西 算是relatively是熟悉的 那那时候 我在上海的时候 本来有在考虑说 我是要写 微信公众号 还是说我要做影片 因为我其实 自己那时候 还蛮喜欢用YouTube 看一些东西 然后我在YouTube上 也有非常非常喜欢的YouTuber嘛 所以就在考虑这两个东西 那微信公众号 那时候做不起来 是因为它需要有 中国大陆的身份证 那台报证是不行的 好detail哦 对 因为它有三种 不同的类型嘛 然后就是 最正规的那一个 是不能用台报证开的 台报证开的 只能开广告号 所以你就很多地方 说要限制 于是好 这个东西就不能选了 在各种影片平台下 挑到YouTube 是因为我觉得 它在内容的呈现方式上 其实是还蛮多元的 观众接受度 也是大的 所以不管是短的 还是长的 不管你要做 论述型的影片 还是比较趣味型的影片 其实上面的观众 都还蛮能够接受的 然后最后想说 好 那我就决定来做YouTube啦 这样 这样听下来 其实你之前的那些背景 大部分都是与影视 或者是艺术有关 可是当你开始做YouTube的时候 你却特别专注在 恋爱跟良性 为什么 那那时候我在上海嘛 然后其实也算是 处于一个没有工作 然后就是坐吃山空 因为那时候 我的积蓄 就是我在Garina那一年 存的钱嘛 大概只够花半年 到一年左右 那时候就有点焦虑 那刚好那时候认识了 一个学心理学系的姐姐 那时候在跟她聊天的时候 就跟她分享说 我之前会在网络上 就比如说在低卡啊 或是哪里发一些 我的就是感情小攻略的文章 底下会有网友 回复一些 他们自己的困扰嘛 那我就会非常认真的 每一个人 就是帮她制定一些计划 或者给她一些意见 所以那个姐姐就说 她说如果你没有钱 都愿意做这种事情的话 那就代表 其实它算是一个 你的passion 就是你的热情所在之处 那你为什么不试试看 把这东西变成事业呢 然后想说 哇 醍醐灌顶 那好 那我就决定做两性啦 你记不记得 你第一支两性影片 做的是什么 好像是如何让女生 在交友软体上诱化你 嘿嘿嘿 你那时候记不记得 你大概是做了多久之后 开始发现有一些traction 还是就第一支 你马上就红了起来 没有 好像是做到 大概第五六到十左右吧 因为其实我没有很久 我大概是六七月开始做的 八九月的时候 第一支影片被三立新闻吗 还是某一个新闻台的 那个就是网路平台转发 但是那个也比较幸运 是因为 其实我那个时候 有找一个我的朋友 一起来跟我拍影片嘛 他是电竞转播这样子 就是他是做比赛的主持人 那所以他其实本身 在台湾的时候 就已经小有名气了 刚好他也去上海发展 之前我们都在Garena的 所以呢 是因为我跟他一起 拍那支影片 刚好内容不错 还蛮有趣的 也有被他的粉丝 which那时候正在 那个新闻台工作看到 所以就说 那我帮你转发 最后就促成了我 所以就很谢谢他 可是我真的觉得 你的影片 我必须在这边先承认 我其实平常并不是一个 会特别去看恋爱 或者是两性议题 影片的人 就是我蛮不喜欢 就是只是在影片里面 讲说 哦怎么样去谈恋爱啊 就是我觉得这些东西 它是讲起来还蛮空泛的 但是呢 你的影片里面 我觉得它真的会存在一些 学术或者是技术方面的 对 的介绍是我觉得 我蛮impressed的 而且可能你有在写作吧 所以我觉得你的用字 潜词跟逻辑 都还蛮有条理 就是蛮清晰的 就是有时候讲一讲 就可以出口成章这样子 讲到这也很好奇 因为你不是有相关背景的吗 你可能就只是喜欢在Dcard上面 分享一些 两性感情的内容 后来开始做这个 自己的YouTube节目 因为没有这样的背景 你自己会怎么样去准备 或者是怎么样去学习 这些两性心理学的内容呢 在做心理学的内容 身为一个门外汉 开始要接触这样的知识领域 比较有利的优势是 因为我其实算是 高敏感族群 所以我对情绪的那个觉察 是还蛮精准的 像因为以前 可能你缺少一些 去真的形容你情绪的 那一个明确的定义 所以你会隐约知道说 我现在产生了一个 让我有点不舒服 或是让我有点开心 或是让我有点焦躁的 情绪它是比较广泛的 但是我至少知道 它方向在哪里 所以当我开始要进行一些 相关的文献的搜寻 或者说书籍的寻找的时候 那个关键字 是我比较能够精准的 去把它形容出来的 可能试一下这个关键字 会找到另外一个关键字 再把另外一个 比较精准的关键字 拿进去搜 那就会搜到很多 比较有帮助的文章 或是比较有帮助的书籍 自己去挑 刚好针对 我现在要谈的这个问题 有关的一些article 或是有关的一些章节 这样子 然后自己去读 自己去消化 跟在应用到 我自己的经历上 整理出一套说 我觉得这样子 好像有用哦 自己在心里面验证 因为我自己还蛮喜欢 帮别人解决问题 跟听朋友的故事的嘛 所以我就会记得那些故事 现在读到这一个 新的方法之后 我就会想办法 想说好 我在自己的脑海里面 进行沙盘推演 如果套用到 A朋友的故事 B朋友的故事 C朋友的故事 是不是会对他们有帮助呢 然后如果觉得说 哦好像有帮助耶 好那这个影片 应该还可以做 这个也是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你这样可能 推荐朋友一些方法 或者是你自己 在自己的男朋友 或对象的身上 这样测试 通常你都会需要 就是多久的时间 才会觉得说 OK某一个方法有用 还是说蛮多东西 它是一个即刻性的 很快就可以有一些领悟 然后马上就可以 产生出新的内容呢 因为我自己 在暧昧的过程中 尝试要努力找到一个 值得交往 然后适合交往的对象 这个过程中 遇到过蛮多不同的人 发现到自己 蛮多不同的问题 那一路上也听到 很多朋友 不同的问题嘛 所以其实 对于这些已经存在 已经反复经验到 而且我已经aware说 哦它是一个问题 我也进行过一些 自己的分析的 这样子状况下 其实如果找到方法的话 我还蛮容易 就可以觉得说 哦那这个应该会有用 或是另外一个 应该会有用 所以像我在影片里面 可能会分享说 大概两到三个方法 因为我觉得 可能只分享一个的话 不太会对观众 有些帮助嘛 所以我尽量会分享多一点 那这种的话 是还蛮即刻性 就可以发现说 它可以切入的点在哪里 嗯 就是以前的经验这样子 对对对 但是如果是一些 我现在可能正在 经历到的问题 或者说粉丝提给我的问题 是我自己也没有经验过的 可能就会需要等一个灵感 但这个灵感什么时候会来呢 就不知道 就是有缘分啊 自然有发生的话 我就想说 哦这就是我之前在想的那一个 那我就把它写下来 你觉得你在恋爱的时候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 其实我最近才刚发生了一个转变 以前的话 我觉得我比较不太清楚 自己内心 就是心理上 真正的那个真结点 问题在哪里 还蛮没有安全感 很积极的想要通过恋爱 来证明自己 但是在恋爱上 想要证明自己的话 其实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这不是只有你一个人的事情 就是你还要考虑到 对方给你的回应 也会影响到你的心态 所以其实我以前在恋爱上 受挫还蛮多的 就是因为这一点 后来也是在接触心理 学相关的知识之后 才慢慢去发觉说 自己的原生家庭 可能给你带来的一些压力啊 还有你自己的个性 两个交织在一起之后 变成了一个模式 那所以之后 用这个方式来开始 慢慢治愈自己之后 也随着我做影片 然后因为我其实在 做影片的过程中 我自己在那边讲 讲一讲也会突然有时候 哦好像就是又理解了 什么这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我现在的话 其实把那个不安全感 消弭的还蛮好 至少目前来看的话 是比以前 没有什么问题很多了 因为我以前是谈恋爱 如果发生一点不顺 那个情绪就会一直 笼罩在我的脑海里 开始一直狂想 一直狂想 脑袋就觉得很痛 就没有办法 好好去做很多 其他的事情 但现在的话 已经把这个部分 改善很多了 恭喜你 谢谢谢谢 拍拍我的小肩膀 拍拍你的远端拍 你知道你刚才讲到 一个关键字 我还蛮有感的 就是人生家庭 因为我现在这个节目 讲蛮多自我成长的内容 你这些内容 讲一讲之后 你都会发现 它永远可以回扣到 一个根源 就是原生家庭 没错 什么东西都是原生家庭 我就觉得 OK你解决原生家庭的一些 在你潜意识里面的东西 你好像后面 什么都会变得很顺的感觉 真的它就是一切的根源 真的 因为在我的成长的过程中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我在恋爱的方面 还蛮 还蛮有安全感的 我跟你还蛮相反的 就是OK 男朋友的讯息没有回 我都会觉得说 哦他在忙 就是我不像是 很多女生会觉得说 他在做什么 然后马上 因为恋爱 因为感情上的一些东西 然后就影响到 自己的其他事情 就是我永远都是 自己的事情先做 反而是对方 可能会觉得说 我没有去 注意到他的感受 所以我跟你的课题 可能是很不一样的 就是我一直在学习 要怎么样去 哦 sense到对方 好像情绪上面 那需要怎么样的 现在到底是什么意思 哦原来 真的 完全背道而驰 这样的课题 但是我觉得 很多听众 现在听下来 可能会觉得说 哦那你很棒啊 就是你从小 不用特别心烦感情 那好像很顺利 可是我觉得 这反而是 另外一种心烦 就是你会看着 你的另外一半 然后你会觉得说 你在气什么 你这什么意思 你可不可以 很直接的 跟我就是陈述 就是我在感情里面 我会没有办法 看见那种暗示 或者是感受到 那种明示 我也是不断的在学习 对 但就是完全不一样的课题 其实每一个伴侣 他表达的 他的潜台词 跟他的行为 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就是 真的是要不断的学习 因为我先生就是一个 认为婚姻是经营的开始 但是我觉得在以前亚洲的教育里面啊 我们的文化跟价值观 可能会觉得说 婚姻它是一件 有所交代的事 结了婚你就搞定 什么样的事情 就对了的事情 就是感觉好像是一个 成绩单的感觉 就是耶 我课我拿完了 这样 没错 然后你就交了作业 反而在结了婚之后 婚姻或者是家庭生活的 priority变得 是比较后面的 反正你就是家人 你就忍一下嘛 我今天工作就是比较忙 你就体贴一下 你就体谅一下嘛 可能因为我先生 他是美国人的关系吧 我也不知道 他们的文化可能不太一样 他就会觉得说 怎么可以这样 就是 要好好经营 要找到那个spark 对 那我不就是你人生中的一个伴侣 我不就是第一位了吗 为什么我们结婚之后 我不是第一位 所以在那也是蛮有趣的 就是一个 我真的看到觉得说 哦 有道理耶 对 对 那为什么 没错 我现在想要切另外一个话题 来聊一聊 就是魅力 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有趣的主题 你可以从很哲学的角度去切 你可以从艺术的角度去切 你也可以从很理性 很理智的角度去切 所以我还蛮想要听听看 你会怎么样定义魅力 魅力是什么 关于魅力 我有一个之前的小故事 我可以分享一下 因为那个时候 我是到一所大学去讲 也是讲魅力的课题 QA环节 就有一个男学生 然后他就举手 确生生的 他就问我说 他说skimming 你觉得每个人 都一定需要魅力吗 因为我觉得 我好像没有魅力 也活得很好 可是你又好像把魅力 讲的是一种 就是必不可少的东西 所以呢 我就在想这个问题 那其实当下 因为他就是 hit我with this question的时候 我想说 我该怎么回答这件事情 这是蛮好的问题耶 对 因为我没有深思过这个问题 我就是一直觉得说 魅力是一个 大家都需要的东西 因为我自己很需要 我身边的朋友 也都很需要 那其实我觉得魅力 算是一个 爱自己中的一环吧 在爱自己的过程中 做了哪些行为 或者说今天 当别人给你 什么样的反应 或者说当你完成 一个什么样的成就的时候 有那种 哦 觉得自己很棒 就是拍拍 自己小肩膀的时刻 那个其实就是 你的魅力的入门 一个小台阶啦 我觉得 那我自己本身 会怎么定义魅力呢 我会觉得是 你身上那个 特有的气质 在那个魅力的 笼罩下的时候的 你是你自己会最喜欢的 新年的到来 总是会让我们 迫不及待的 想要学东学西 但有这么多东西 想要学 又要如何做到专注 并且学以致用呢 在这里 让我隆重的为你介绍 Women Power 女力学院 女力学院是一套 一年学制的线上课程 他们会用小班会员制的方式 为你规划 每一周的学习内容 并将重点呢 放在个人品牌 商业能力 思维启发 和职业规划等主题上 如果说你对这样的 课程主题 还有生涯规划感兴趣 请你在网址上输入 zoeyk.co.co.co.女力学院 输入网址 你就可以阅读 更完整的课程资讯 如果你想要加入 这套课程的话 也欢迎你在结账时 输入左边茶水间的 专属优惠折扣码 zoey2022 输入折扣码 可以得到300元的优惠折扣 其实我也是 女力学院的导师之一 那这是我第二年担任 这套课程的讲师群 所以非常期待 明年可以在课程里面见到你 那我们回到节目中咯 提到魅力的这个地方啊 我们之前在做 你的仿刚准理的时候呢 我们就有在网络上面看到 你有分享过一个 三大魅力准则 我觉得这个也蛮有趣的 那我也想要请你 跟听众分享一下 你的魅力准则呢 有三个 第一个是不要自我忽视 第二个是要 抛掉别人对你的框架 第三个是 不要自我否定 或者是自我设限 好我们先来聊第一个好了 不要自我忽视 我觉得这个东西 它很多时候是 你自己这个人在当下 不知道自己在自我忽视 或甚至是说 你其实意识到了 但是 你就会觉得说 我知道我不应该这么做 但是我还是忍不住 对或者是会在心里 尝试说服自己说 我其实这样也不是在自我忽视 我是在为他着想啊 我是在就是对我们这个关系 或者说我是在为了怎样怎样 然后就开始给自己500个理由 但其实它的本质就是自我忽视 我现在想到一个比较具体的例子 就是说男生女生在恋爱中 无论女是男还是你是女 就是你会做一些 你自己感到不舒服 可是可能是为了配合对方的一些事情吧 你明明是不想这么做的 可是你可能会觉得说 我在感情中 就是要适时的让步 或者是说 我在感情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所以可能吃一点点亏没有关系 或者是说就是容忍就没有关系这样子 那当然我觉得在一个感情中 它本身就是你要知道怎么平衡 所以适度的当然是没有问题 可是可能你所谓的自我忽视 可能会变成像什么马子公 这比较俗气一点的说法 或者是不是就是有一些女生 就是对方可能说什么 然后都会无止境的答应这样子呢 对我之前在TiTalk上面 举出来的是一个粉丝来信的例子 她其实是她是一个女生 然后她就说她 她觉得她男朋友跟她在一起久了 下班了都是这么打游戏啊 然后放假 每天在家里耍费睡觉啊 都不愿意两个人进行一些活动 或者说也不愿意陪她一起出门走走 或甚至是不愿意陪她一起聊聊天 那所以呢她就去跟她男朋友讲说 我有这些concern 然后我希望我们可以调整一下我们的模式 就男朋友就说 好没关系那要不我们就分手好了 然后呢这女生就开始崩溃 然后她就私讯我 说我到底要怎么挽回这段感情呢 就我已经有先跟她讲说 我说我会改 我不会再拿这种事情来吵她反她了 然后我想说 你原本你很透彻的明白 就是你就是想要你的男朋友 是可以陪伴你的 是可以跟你在生活上跟感情上有共鸣的 然后结果对方现在是说 就我没办法我做不到 可是你因为发现到说 我有可能会失去我现在有的这个男朋友 所以你就立刻把自己原本的这些需求都抛弃了 然后就说没关系没关系 我们就尽量维持原状 所以那时候我看到这个案例的时候 就想说哇 就是她自我忽视的还蛮严重的 真的哇 让我想到我有某一个朋友 出卖一下 我不说 我不说哪个朋友 她是那种很专情的人 那这当然是一个优点嘛 也蛮常听她抱怨对方的一些事情 看着这个女生 我就会觉得说 其实你的条件很好 那当然我知道你是很爱另外一个人嘛 可是我会觉得说 嗯 你好像在感情中也不是说过得多快乐 可是你就会一直觉得说 哦 我跟这个人在一起很久了 然后我要继续下去 我就会觉得说 OK 如果这个扯到商业的话 这个东西就叫做隐形成本啊 就是你不断的去曝出你的一些青春 好像就是你跟这个人在一起越久 你就越分不开 那你就会不断的继续继续忍 就是隐形成本都变成沉默成本 对对对 没错没错 就是沉默成本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多人会遇到的问题 那当然我们现在就是说来容易 当你自己在那样的状况里面 你可能也会觉得很舍不得 很不忍心 嗯 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 或者是建议可以跟听众分享呢 那我自己的解决方式是 其实当你经历过 比较多次一点的这样子的分手 然后你发现 哎世界并没有崩塌 下一个好像反而还真的更好的 这个过程 你慢慢就会在心中形成一个 比较健康的心态 就是当你是陷入这种 比较痛苦的过程中的时候 你会告诉自己说 this too will pass 就是这一个也会过去的 那你就不会再那么恐惧说 失去他之后 我的人生到底会变成怎么样呢 你就会开始发现说 这些恐惧 其实是没有必要的焦虑 比较把它放在一边 然后不会让它去干扰你的情绪 可以理智的做出一些决定 再一次的去验证说 哎的确我规别的这一个 反而是下一个迎来的 是更有益处的 而且是有些新的课题 可以去学习的 那在慢慢磨练的过程中 最后你就会找到一个 比较没有问题呢 你就说各方面 其实都还蛮适合的一个选择 你那时候在你的演讲里面 提到一个词 我觉得蛮有趣的 你说你可以利用正面自我暗示 来尝试做这种自我的突破 你能不能够跟听众 就是更深入的讲解一下 自我暗示是什么意思 因为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 自我暗示的模式不太一样 像我前阵子在我自己的podcast 才采访了我的好闺蜜 蔡佩轩 因为她是一个很正能量的人嘛 但是她说她难免 也会有负能量的时候 她说那天早上起床 然后在那边吹头发的时候 然后就看镜子里面的自己 然后就跟镜子里面的自己说 她还把吹风机灌掉 她说你已经很棒了 你知道吗 所以有一些人是这个模式的 那我的话我是比较算是 我不是走这种正能量的路线 我是走那种理性的去处理我的焦虑 比如说当我现在很担心说 我现在的事业啊 或者说某一个问题 然后就问我自己说 这个东西如果做最坏的打算 发生之后了 我会活不下去吗 我会死吗 答案是不会 那就没有什么好担心啦 我的模式是比较像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的 这种正面自我暗示都不太一样 但是就是你要找到一个 可以去安抚你焦虑的方式 在心里或者说像是我朋友一样 就是真的讲出来 那在这个过程中 你就会得到一些自我安慰的力量 我觉得这个它有一点点像是 找到一个鼓励自己 宠爱自己的方式 有一点点像是这样 你自己有没有什么 爱自己的仪式 生命中很多爱自己的moment 是你需要透过一个仪式感来 真的是强化这个自我暗示啦 我自己的正面的 或者说自我安慰的小仪式 是铺床 你说整理床吗 对 因为我喜欢把我的床 铺得像那个hotel那样子 枕头的白发 可以就是根据你今天的心情 而定什么的 所以其实我透过在铺床的过程中 会觉得说 我的人生就是被我整理的 井井有条这样子 然后就会起到一个 正面的心理暗示作用 我自己在生活中 爱自己的方式 其实也蛮简单的 就是偶尔我会泡个澡 就我觉得泡澡 然后在旁边就是点一个蜡烛 你就会觉得说 这是我的非常特别的时光 或者是说有的时候 我是一个很愿意 自己去吃饭的人 有些人会觉得说 自己去餐厅吃饭很奇怪 但我是一个就是 非常舒服 我可以坐在我的饭菜前面 然后就吃 我还可以闭着眼睛吃 然后我也不用玩手机 我也不用听音乐 我就是可以好好的享受 吃餐厅里面的饭菜 这件事情 然后觉得很疗愈 我有一个朋友 他是那种自己会去看电影的人 我也会耶 时不时干一些这样的事 还蛮爽的 我突然想到 我最近在听一个podcast 叫做一年的告白 但这个一年的告白 不是良性的告白 是妈妈跟女儿的告白 这一系列的节目 我是每一集都听到哭 我觉得在感情的这件事情 它绝对不是只是良性 那当然良性是 Skimi所专注的议题 反正她的节目 就是两个母女坐下来 谈一些你可能平常 真的很少会谈的事情 例如她可能就会问她妈妈说 妈妈你第一次做爱 是什么时候 哦好棒哦 这个话题你不太会跟你妈聊吧 或者你小时候这样对我 然后我其实是很受伤的 什么什么的 就是我觉得这种深度的话题 它真的是一个 蛮有趣的启发 那很多人可能都会觉得说 我好像跟一个人越来越亲密 我反而会越来越难 跟她去开启 这么露骨的话题 对 不知道你自己在恋爱 或者是说跟家人的生活上面 有没有碰到像这样子的问题呢 因为我自己在原生家庭上 还蛮极端的 就是我跟我妈是无话不谈的那一种 但是我跟我爸就是 基本上只会聊正经事 爸爸就是一个很严肃的figure 我就不太会去跟他 分享一些风化学乐的东西 但是后来是现在 就是因为他们也不在台湾嘛 那我爸好像自己也年老了 他也觉得说 我跟我的女儿关系 就是这么的严肃吗 所以他自己也想要 就是有一些转变 所以慢慢慢慢的 我们现在才开始会 比较分享一些 比较心灵层面啊 或者说比较情绪层面的东西 那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模式 也有复制到我自己的 在亲密关系上 所以以前的话 我会比较发现说 我确实好像跟我的伴侣 当已经进入到一个稳定啊 或者说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反而就不太会像 暧昧期的时候 可以就是聊一些 自己的感受上的问题 那所以就是会需要 有一方去主动说 我们今天坐下来 好好聊天吧 然后开一个话题 再把这个话题延续下去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他是需要 去做出一些主动的努力 我觉得真的是 有一方需要很愿意 主动做这件事情 我现在想要挑另外一个话题 来聊聊 你自己对于自己的超能力 你觉得你自己 有没有一到三个 是比较特别的优势呢 我有一个现在就是 已经可以肯定的超能力 就是想象力 这个我毋庸置疑 没错 想象力就是你的超能力啊 大家都听过这句话 所以想象力 对我的帮助还蛮大的 因为我觉得不仅仅是在 创作上 包括你可能在遇到 很多人生中 新的课题的时候 就是有点像那个 复仇者联盟里面 那奇异不是 不是坐在那边 然后就说 我已经看到 很多种不同的结局 那你可以自己在家里 就是针对你一些新的课题 进行这样子一个操作 就是你可以先想说 好我今天做什么事情 他大概发生什么事情 有很多种不同的路线 那在这个路线中 你就可以找出一个 你可能最适合的 或者说你觉得 风险最低的选项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 想象力帮助我还蛮大的 我觉得共情能力 也是我的超能力 就是同情共感这样子 哦你是说同理心吗 empathy吗 对对对 可是因为同理心 有一些人是 他在理论上明白说 你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大概会经历到什么样的情绪 所以他是从一个理性的角度 technically我大概懂 就是我可以形容出来 但他不会说 真的跟你感同身受 然后我是那种 如果说你引导的好 或者说 这个东西我刚好经历过 我刚好状态很对的话 我是可以感你所感 比如说你现在说 你很悲伤 然后你哭了 然后我可能就 也一起哭了这样子 或者说我自己在看一些 剧情比较让人 很投入的连续剧的时候 比如说像我之前看 那个安眠书店 那一阵子我就觉得 我自己 还有一种PTSD的感觉 然后就跟我姐妹讲说 我说我觉得我自己 好像也谈了一个 恐怖情人一般啊 哇我觉得这真的是 一个超能力 尤其对我来说 这个应该是我的弱项 对但是你应该是那种 在理论上可以理解说 对方大概经历什么 但是没有办法 也感受到那份情绪的这种 对我觉得我确实是 没有办法感受到 因为像是我先生 以及过往 所有跟我交往过的 对象中 我都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可能有一些争执 我就会觉得 OK我跟你道歉 但是对方就会觉得说 但你没有觉得自己错 我就会承认 我就会说 对 我觉得我自己没错 我跟你道歉 是因为 我认为我把你弄伤心了 或者是弄不开心 所以我为了这件事情 而跟你道歉 但是我还是不觉得这件事情 就是我有错 就是我觉得每一个人 在解读一些事情的时候 你如果做这件事情 他可能会很生气 可是同样的事情 发生在我身上 我可能就会觉得 哦这没什么 在我生活中 所有的总结都可以 把它总结成 在我身上 我会觉得 哦这没什么 所以为什么你那么伤心呢 我没有办法懂 但我还是可以跟你道歉一下 因为我好像把你弄伤心了 那我现在呢 想要再切另外一个 比较不一样的话题 来跟Skimi聊聊 在做背景的整理的时候啊 我看到你有一个新的影片 在YouTube上面说 你接下来想要停更影片 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 觉得还蛮可惜的 就是为什么 为什么突然之间要这么做 但是你后来是有在影片里面 解释说 自己想要花比较多的一些时间 来创作 那当然可能 也不是完全停更这样 所以我觉得 首先我可能想要先请 还不知道的听众 可能请你跟他们分享一下 哦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 做了这样的决定呢 在我自己的心 心境层面上 不算是一个突然之间 它是一个慢慢累积的过程 因为 就你想了一阵子是不是 对对对 然后中间也有过很多 犹豫跟挣扎 因为会觉得说 哦他毕竟也是一个 我经历了这么久的事业 然后他毕竟也 现在还是一个 有持续发展的可能性的空间嘛 那我真的要在这个时候 决定停更吗 那我停更之后 它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会有些自己的一些 反复的辩证这样子 那可是因为其实我 YouTube已经做了三年了吧 他已经隆登我 做最久的一份工作了 我这个人其实 非常害怕的 就是一层不变 或者说一眼就可以 忘到尽头的人生道路 我会觉得说 如果我这个东西 我现在看 我都已经知道说 哦未来大概就是这样嘛 然后走到最后就是那样嘛 这样子的一个感受 会让我觉得很压抑 不是很开心 我是那种喜欢 人生永远都有新的刺激的 YouTube这个职业 确实也带给我很多 人生性的新的启发 然后也包括在 我自己的感情路上 其实这个频道算是我 一边疗愈别人 然后一边疗愈了自己 那会选择要停更 是因为 毕竟我现在要奔三了嘛 会幻想说 那我自己 未来十年的人生 我大概希望它呈现 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 我的理想版本的日子 大概是怎么样的 其实我自己在想的时候 我会觉得说 我还是希望 可以把我之前曾经 荒废掉的 画图跟写作 这两件事情 拿出来 好好重新打磨 那YouTube其实是 你有这个idea 然后你去把影片拍出来 然后你影片剪好 那其实它就可以上 它算是一个 会获得立即性反馈的 一个职业 跟一个模式 但是像画图跟写作 它其实是需要 你长时间的去积累 跟长时间的去沉淀 会找到你心中 那个原创的爆发力 把好的作品做出来 所以它其实是两个 蛮不一样的行为模式 那个时候 因为我开始在做YouTube之后 我做蛮多事情的考量 都会是 这个东西 我可以立即收到成效 如果我这个东西 没办法立即收到成效 那它其实就不太适合 我现在这个职业 在走的模式 所以我其实抛掉了 很多这一种 需要去慢慢打磨 需要去慢慢累积的耐心 那我觉得说 这个好像不是一个 很健康的循环 所以我想说 那我趁着这个停登的时间 好好去沉淀自己 好好去画图 好好去写作 应该也可以把这个心态 再补回来 因为我以前在 我高中的时候 是可以 每一天就画图 画八个小时 然后不知疲倦 完全就是 津津乐道的 投入在这个事情里面 但是慢慢的随着 好像尤其是 用social media 时间越来越多之后 这个耐心就会慢慢不见了 所以我自己觉得 不是很健康啦 我觉得你这一段 算是蛮中肯的分享 因为 我最近其实也 访问了蛮多YouTuber 或者是创作者 然后你会发现 早一点开始的人 例如说2015或甚至2016 2017年 到现在 其实也差不多三五年了 这一群人就是 都在经历 跟你有一点点 类似的 转折吧 就是可能开始会想说 我的人生 有没有其他的pivot 或者是我的人生 啊 接下来就这样了吗 这份职业 对 它其实也是被创造出来的 就因为科技 然后因为平台 对 那很多人也不知道说 那当然我知道 国外可能有一些 像我就知道 有人是经营了十年 到现在已经是十年 还是在做一模一样的事情 我觉得真的很impress 我又觉得说 哎 那那会是我吗 的确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那我相信 我们蛮多听众也是 可能开始在想 或者已经在做 自己的个人品牌 跟自媒体 我们都希望 我觉得也都可以 有一些成就 那当然有成就之后呢 你可能就会 顺理成章的 继续做下去 不过 这是不是一种 你理想生活的 雏形或定型 我们可能也可以 打个问号 而且因为我其实觉得 刚好疫情这一波啦 很多人就是 被迫要待在家里嘛 那当你被迫 要慢下来的时候 其实也会有很多 自己的 关于人生的一些 想法就慢慢冒出来 所以我觉得 刚好这个时间段 其实我身边 真的确实也蛮多朋友 都在经历这样子的 心态上的转变 讲到这边呢 我就要来问你 最后一个 也就是每一个来宾 都要被问的问题 你认为的 理想生活是什么呢 因为我是职业跟恋爱 还有生活情绪 是三者 必须要兼顾的人 假如是理想的 生活形态的话 我希望的话 是我自己觉得 很有兴趣的assignment 那他可能是 比如说project啦 比如说是在 艺术上 我可能现在 正在完成一幅 我自己觉得 构想很棒的画作 或者说 我正在写一部 我自己觉得说 还蛮有启发性 然后剧情还蛮厉害的 一篇小说 那在恋爱上的话 我希望是有一个 跟我相处很舒服 然后甚至是在这样的 比较沉浸 比较包容的爱里面 我可以更 游刃有余的去 让自己的那个灵感 跟那种安定感 流动出来 我的爱是可以 启发你的生活 进入另外一个层次 至于生活的情趣的话 我其实会希望 可以多国旅行 也就是旅居 我不喜欢 一直都住在 同一个城市 这样子 我希望有时候 可以去看看高山和大海 有时候可以看看 繁华的都市这样子 所以这是我 理想的生活形态 非常感谢你 今天的分享 也谢谢你的时间 Skimi我跟你聊得 非常的开心 那我相信听众呢 也收获多多 非常谢谢你 谢谢 谢谢Zoe 今天的重点整理 一 Skimi说自己是 高敏感族群 但也因为如此 她反而观察力更高 并且能够 更精准的觉察出 自己与他人的情绪感受 那也因为感受精准 她能够描述 形容的词汇 也更加的精准 而这也成为 Skimi在做内容时的 特色之一 那我在这边呢 也想要鼓励你 有的时候 你的敏感 你的难搞 你的斤斤计较 在旁人眼里 或许看起来都是缺点 但她有没有机会 也变成你的优点 或你独一无二的魅力呢 邀请你去思考看看这个问题 二 何为魅力 Skimi说 魅力啊 就是你身上特有的 某一种特质 那在魅力的笼罩之下呢 你会成为你自己 最喜欢的样子 我自己的解读就是 花多一点时间去做 你做起来更自然 更不费力的事 而不是花时间去弥补那些 你自己觉得做不好 或者是社会 期待你能够做得更好的事情 其实呢顶尖的领导人都知道 我们想要把对的人才 用在对的地方 最重要的是要去看见 她的长处 然后呢 花十倍百倍的力气 去主攻这个强项 而不是呢 把注意力放在那些 自己做不好的地方 魅力呢 是我们爱自己的一个环节 想要找到自己的魅力 就是先从观察自己 做得很棒的时刻开始 三 Skimmy分享魅力的准则 有三个 一 不要自我忽视 二 抛掉别人对你的框架 以及三 不要自我否定 有魅力的人比较少自我怀疑 有魅力的人更不会去自我忽视 这样的人可以比较清楚的知道 自己要什么 并且勇于发表 勇于分享自己的观点 然后用正面的暗示 去安抚自己的负面情绪 而不是去打压或者是否定自己的负面情绪 爱上自己 肯定自己 你就会很有魅力 今天这一集的主题呢 我们聚焦在吸引力 我们其实都想要成为一位有魅力的人嘛 但我觉得就吸引这个词的物理层面来理解 你一定是要有一定程度的动能 你才能够有这个吸这个的力量嘛 同样的 你想要自己的引力越强 这就代表呢你的物体质量要越大越密集 简单来说呢就是越明显 那当然这个明显的极端特质 可能会让你变成万人迷 也可能呢会变成全民公敌 但是别忘了 世界上就是存在着万有引力 宇宙万物之间都存在着互相吸引的作用 你不需要把所有人事物都信过来 但是呢你绝对存在着属于你自己的吸引力 我们呢就是要从正面暗示 还有练习看见自己的价值开始 这个练习非常的重要哦 你能不能够看见自己的价值 珍惜自己的价值 歌颂自己的价值 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件事情的话 我相信呢你的个人魅力就会受到你自己的肯定 那当然你的信力就自然会更加明显了 因此也祝福你呢 在新的一年能够成为更理想的自己 那如果呢你想要在新的一年多多呢 和其他女性朋友做交流 探索自己还有其他人的魅力 也欢迎你呢在网址上输入zoeyk.co 谢谢女力学院来参加我们的课程 别忘了使用左边茶水间的专属优惠折扣码 zoey2022来索取 直到202112月31号的特别优惠折扣 现在呢我要来阅读我们今天的听众留言 今天的听众ID呢叫做Wayham 他在2021的9月10号流说 165集的采访对谈让我收获满满 一开始被zoey舒服的声线吸引就听不下来了 越来越爱每一集丰富的内容 每一次听都拿出笔记记下我很有启发的想法 给165一个赞唯有followJR Lee 想不到在这一次zoey这边听到JR的心路历程 以及深度的对谈 让我好感动能量满满 非常谢谢你的留言 如果说呢你今天听完我们这一集的节目 觉得有带给你一些收获或者有一些启发的话呢 我也希望你可以帮我到iTunes Store上面打新评分 还有留言 那如果说呢你能在留言的时候 像Wayham一样呢帮我留下 你正在收听的集数 对我来说的帮助会非常非常的大 那也别忘了按下订阅键 然后呢把这个节目分享给身边 你认为会有需要的朋友或者你认为很重要的人 我们现在呢在脸书上面也有一个私密的社团 你可以在脸书上搜寻理想生活设计就可以找到我们 并且加入这个社团 我们在社团里面呢讨论有关远去工作 自我成长还有个人品牌经营相关的议题 如果说呢你对这些议题感兴趣 欢迎你加入这个大家庭 那假设你还有任何问题的话 你也可以回到我的网站或者我的instagram上面找我 我的IG账号呢跟我的网址一样 是自由UIK.co 请你截图这一集的节目 然后分享到你的IG限动上面tag我 让我知道你有在收听 以及让我知道你听完之后的想法 最后的最后呢 我知道你是非常忙碌的 我也知道呢 你可以选择去做很多很多其他的事情 但是呢 你却选择来收听这一集的节目 我真的真的非常的感谢你 现在呢 我也想要花一点时间跟你说 你是你人生的负责人 你有权利 也有能力 去过你真正热爱的人生 我们下次见咯 一些东西 都是这样耶 我们下次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